Angela Baby跟黃孝敏六年婚姻已離婚收場 兩人似乎都沒有因為離婚影響 很快就開始上工賺錢 日前有網友在微博爆料 Baby拍戲很多時候都使用替身 根本毫無演技 名為吃瓜老納的公眾號 支持Baby最近在新劇中 需要摔的動作又找替身來做 明明地上就有厚厚的墊子 不會有什麼危險 但不願自己做 質疑她大部分應該都是替身幫她演 這次招出她當年黑歷史 吉舟跟劉德華對戲的部分 在劇中需要邊流淚邊說再見 但是Baby怎樣都哭不出來 還因此NG了好幾次 最後是工作人員拿演藥水幫忙 讓這戲的天王劉德華都瞎傻 該公眾號還酸Baby 哭戲就是演員的基本技能吧 真的太不專業了 事實上Baby被質疑演技 也不是第一次了 常有人覺得她不是太誇張 就是演得很僵硬 這次在被爆料 網友幫Baby換家 這戲本來就是要拍男主角的 Baby是來幫忙打戲的 很酸她 地球人都知道她不會演戲 還有人說 難道大家也看不出來 她後台很硬嗎 但不管網友怎麼算 只要有Baby的話題 就是流量啊